大家好 这里是微语看世间 我是陈微语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说郝海东大战胡锡进 大家觉得郝海东真的是太帅了 没想到郝海东的帅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昨天晚上也就是6月4日 郝海东竟然宣读了班农和郭文贵发起的 新中国联邦宣言 这一次不仅是震惊了足球界 震惊了全球 尤其是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 有网友评论 比起数十万大学教授作家和文化精英 郝海东完完全全可以作为他们的灵魂导师 令人吃惊的是 尽管中国足球尚未回归人类 但是郝海东的精神气质已经是一技绝成 触摸到了现代文明的巅峰 这种觉醒的荣誉只属于个人 时评人唐靖远说 郝海东事件 堪称是新冷战背景下的第一件叛逃案 其意义在于他们的脱离 而不在于他们的归属 的确 他们是体制内的名人 原本可以像很多的明星一样 舔舔共踢踢球 继续守着中国市场赚大钱 或者是默默的移民海外继续岁月静好 但是郝海东竟然邪夫人 也就是体坛冠军叶昭公开反共 直接宣称中共是非法政权 这可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太帅了 当然了 第一时间 郝海东拥有770万粉丝的微博 和他的妻子叶昭昭的微博就都被中共给删除消耗了 体育媒体也赶紧发表声明 谴责和封杀他 估计下一步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各种郝海东的丑闻会出来 中国体坛不只有一个郝海东 就在郝海东微博被消耗的时候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跳水冠军 劳力师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单词 Test 作为回应 测试自己的微博还在不在 为什么要提起劳力师呢 因为他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奥运冠军 而且最近也加入了方方战团 5月26号 广西的原厄护士梁小霞走了 作家方方在微博里转发了这则消息 并且说很不幸 很悲哀 一路走好 武汉人会永远记得你为武汉拼了命 劳力师转发了方方的微博 结果呢 炸出了一个粪坑 战狼们惊奇地问 我没有看错吧 好公知的同类 这里的好公知指的当然是郝海东了 劳力师回答说 我没看错吧 苍蝇的亲切 这下可把战狼们给惹火了 开始攻击他读书少 说他是非不分 奥运冠军也是没读多少书的 劳力师呢 直接就给他们怼回去 说 幸亏我读书不多 读书读成您这样的脑水肿可就没药质了 劳力师总结了最近的各种指责 说 有指责我读书少的 有指责我脑子进水的 有指责我是非不分的 有指责我蛇鼠一窝的 有指责我没良心的 哈哈哈 突然呢 很开心 因为没有活成你们喜欢的样子 要是活成你们这些人赞美的样子 我立马从十米台跳下 跳水池没水的那种 劳力师嘲笑战狼粉红们 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 他写道 苍蝇飞到人类的餐桌上 原来不光是为了找吃的 并且试图让人类放弃说人话 以便学着跟他们一样的嗡嗡叫 劳力师也经常转发中共政府 欺压百姓的新闻 战狼们指责道 我总感觉你总是转发这样的消极的微博 这样做有何意义呢 劳力师回答说 麻烦您借我一条黑布 我好蒙着眼 意思就是说呢 战狼们被黑布蒙上了眼睛 眼睛里没有正义和光明 战狼粉红们批评劳力师不爱国 劳力师就回应说 我们是真爱国 你们是真爱国 他说的粉红们爱国呢 是阻碍的这个爱 6月3号 劳力师发文说 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生在此 长在此 我爱我的祖国 希望他变得越来越好 经济繁荣昌盛 人性文明光辉 民众亲善友好 这有错吗 我觉得没错 错的是一群网络无脊椎动物横行 到处欺负老实人 欺负善良人 动辄以不喜欢 你可以滚出中国这样弱智一样的言论 来攻击别人 请记住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 把自己热爱的土地 让给无脊椎动物 让其成为无脊椎动物的乐园 今日不行 以后也绝不行 我本善人 欲屈则刚 劳力师曾经也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2010年的时候退役 在体制内一路是升职 到了政科级的干部 但是呢 就像他在六一儿童节写的 愿我们每一个人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他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这注定呢 他就无法适应假恶暴的共产党体制 所以呢 他选择了离开体制 做一个自由人 有人指责他过于轻率的决定 劳力师的回应是 仅以一次竖起两根中指 表达我的谢意 虽然表达的不够淋漓尽致 离开体制以后 劳力师开了一家淘宝店 后来呢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 劳力师还被马云邀请去了美国 成为了八位敲钟人之一 劳力师刚刚从纽约敲钟回来 就接受某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他 你27岁已经是广东省团委的科技干部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离职去做淘宝店呢 难道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劳力师回答了一句 让我当时对他刮目相看的话 他说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劳力师想要的是良知 想要的是自由 讨厌他说的那种没有是非 只为利益听党话 放弃良知的无脊椎动物 即使放弃体制给他的安逸生活 也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中共妄想给中国人的思想 带上爱党的精神枷锁 中国人稍有反抗就会被打击 比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华冠军周扬 仅仅是因为没有首先感谢国家 而是感谢自己的父母 说想让父母生活得更好一点 在海外人士看来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话 却被体育总局副局长余在清批评到 别光说父母就完了 心里面也要有国家 要把国家放在前面 这个要把他提出来 中国的举国体制就是这样的无耻 就像网球大满贯德主李娜说的那样 用尽世间最恶毒的语言 都无法形容他们的卑鄙无耻 让我听他们的话 不能有半点的不服从 广告都得给他们提成 明明是我们用自己的血汗养着他们 他们还要我们感谢他们 但我打破了他们的神话 成功养活了自己 他们就来整治我 他妈的不要以为我不会说脏话 连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与无耻 目前呢 由于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爆发 世界各国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开始追问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分不清楚 中共和中国中国人的区别 认为中共呢就是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 各国的政界头脑是很清醒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说 中共并不等于中国更不等于中国人民 真正作恶的是中共内部极少数人 中国人民也是受害者 今年5月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首先必须把中国人和中共给区分开 中共呢是一伙流氓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 绝对不能相信中共 永远都不能相信 即使中共死了两天了 仍然要对其保持警惕 说到这里啊 可能有些人呢会认为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虽然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粉红五毛自干五 让人对中国人的现状感到失望 我还是想说 中共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最邪恶的 中共长期大肆的宣扬爱党就是爱国 只是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 在共产党遇到危机的时候呢 让中国人做他的陪葬品 中国人也是被欺骗的 洗脑以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 那么为什么香港人还是那些香港人 为什么港英政府就能够将香港治理的那么好 而换中共就不行了呢 中国人在我看来呢 只是分成被洗脑的和没被洗脑的 没被洗脑的占比不大 加上中共邪恶让人不敢发声 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呢 就是中国人都是跟中共一样 但是劳力师和郝海东 这些体坛大佬的觉醒 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希望他们勇敢的振臂一挥 会让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冲破中共的思想牢笼 事实上啊 最近呢 已经听说有粉红们开始质疑中共的作为了 美国发生骚乱 战狼粉红大本营共青团中央 5月29号发微博 配图呢 是美国的一栋正在熊熊大火燃烧的建筑物 和一些遍地狼藉的景象 发文称这是美丽的风景线 有一些还有人性的粉红们呢 就开始质疑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号是真的吗 质疑官方媒体怎么能够说出这种没有人性的话呢 5月30号 共青团中央又转发了华春莹的推特文章 我无法呼吸 战狼粉红们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 有的说 我无法上推特 有的问 用哪个软件翻墙的 我也想翻墙骂骂美国人 有的回答说 不知道翻墙违法吗 小心被警察处罚 罚款500元 华春莹可以发推特 小粉红们惊奇的发现 他们没有上网的自由啊 共青团中央为了平息小粉红的巨大争议 目前呢 已经删除了这条微博 如果按这样的情绪走下去 相信很快在中共国的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不同的质疑声 希望有一天小粉红和五毛们都能清醒过来 华丽转身成为推导中共的最强舆论大军 一切皆有可能哦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